被判刑,商家在米粉中添加带毒民反,被禁止从事食品行业工作,不法商家尽在米粉中添加带毒的民反。 近日,红花港法院对被告人刘某美、刘某富、刘某涛生产,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一审公开宣判,三被告人获刑,并被禁止从事食品行业工作。 2018年7月至9月期间,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炎热,刘某美为了防止生产的水粉腐烂变质,便购买国家早已明令禁止在米皮。 米粉等面制品中添加使用的添加剂米粉后,伙同其子刘某附用添加剂米粉进行浸泡后,冒用其亲属张某方尊义士某食品有限公司名义,以美式金1.1元的价格销售给尊义士汇川区。 红花港区各市场的经销商销售,经核算,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日,三人共计生产,销售用明凡浸泡的湿米粉337955市金,销售金额达37万一千余元。